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覺得他不簡單 看完他吸管之後 真是想不到是一個女生寫 待會一見到保安主任離開了這個大廈 我們十分鐘之後就要去救人 逃 小姐, 我不救你 他扮不認識楊健彤 就想掩飾他和偽情之間的關係 據蘇士敏所說 實在很緊張偽情 甚至乎說把蘇士敏去告西門性騷擾 他覺得你們兩個關係一定非常深厚 趙帥哥, 你沒事就好了 是呀 是甚麼?你收拾命還捱甚麼? 不是呀, 我忘了那隻鞋子 算了, 人沒事那隻鞋子就算了 不行, 那隻鞋子是我的寶寶 我要去, 我生我的寶寶 不行, 鞋子是屎敏, 你一樣的 還要這隻鞋子, 還要這隻鞋子 當然是鞋子 不行, 我不讓你去 不讓你去…不讓你去, 不讓你去 不讓你去 停手, 你這樣會打死他 不行, 我不讓你去 不行 冷靜點 你們兩個真麻煩 吃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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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 你為甚麼呆了? 甚麼人呢? 走了, 他說要幫我直 醫生, 我兒子怎樣?他能不能醒嗎? 太太, 冷靜點 病人主要是皮外傷, 沒有骨折 腦部有輕微的震盪 我兒子腦震盪? 病人的傷勢不是太嚴重 但幾次醒來就不知道 那他會不會變植物人?會不會? 太太, 你冷靜點 你越來越叫我冷靜, 我冷靜不了 太太, 你讓別人休息一下 等我待會回來檢查 醫生…我兒子還沒醒, 你就走了? 莊居士, 你冷靜點 醫生要做的, 都做完了 白母, 你冷靜點 別叫我白母, 叫我莊居士 一日子碎的人, 令我兒子昏迷不醒 如果你在髮頭盔, 甚麼事都沒有 好, 蒙臨上司, 正溫神 剛才說了你, 叫你不要告訴他 他很緊張的兒子 事實是我累了斯丹 你別過來, 我兒子寄木 看你又高又瘦了一枝竹 一看就知道你是木營人 那你欺負他 莊居士, 其實這次的意外 又怪不得了Madam 無論如何, 我還是欺負他一個人情 你別用以身傷起 你招來還你的人情 斯丹是為了追捕石橋而受傷 只要抓到石橋就是最好的人情 鐵梁子他們在找石橋的行蹤 我想去幫忙 你受傷了, 我在這裡休息一下 你用傷子濕碎碎, 我跟你一起去 你在這裡好好休息 我們一定會抓到石橋了 人仔 你哪裡來的 你這麼急起來幹甚麼 你多睡一會兒吧 你是誰啊?那麼像我? 你怎麼說我像你呢? 當然是孫子像的阿公 阿公? 你是阿公? 原來你已經挺英俊 等一下 我看到你只知道我哭老親 你還沒有夠嚴羅往修理 我進了你的徹意識裡跟你去查訊 你就是把這回事 那就是你不讓我起來 逼我昏迴而已 如果我讓你起床, 你會做些什麼? 我會用你給我的那串銅錢來佔伏 我就要阻止你這樣做 你那五個銅錢是由我這個祖先 傳到我們這一代 從來沒有人敢用這串銅錢來佔伏 因為這串銅錢是貨真假實的清朝錢幣 再加上我們的家族天生的靈異 所以佔出來的結果 準成度達到一百百百分之百 有沒有這麼誇張? 是呀, 有沒有這麼誇張 沒人用過沒人知道, 誰敢用呢? 那就對了, 我就是用來找人 每用一次就減受一次, 值得 阿公, 你就由我自己選擇一次, 好嗎? 條你選擇, 你別後悔 我有個疑問, 阿公 銅錢一寸應該有六個 但你比我那寸有五個 他還說從來沒有人用過 究竟不見了一個去哪裡? 很多事你早晚都會知道 是福不思和, 是我當不過 很多事都要證定, 阻止不了 阿公, 你說的事很遠 每一件事都被你猜到 我就不是點點大明的裝白色 阿公提了你了 知道有什麼後果還要用這個銅錢的話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好自為之 阿公提了你了 知道有什麼後果還要用這個銅錢的話 知道有什麼後果還要用這個銅錢的話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好自為之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好自為之 阿公, 阿公 阿公, 你醒了嗎? 阿公, 娘娘呢? 是否負責車, 她沒有受傷 和阿直有沒有事? 阿直受傷了 你說負責車, 她是木營人 你幫她擋了這些行李, 她當然沒事 阿公, 我的槍袋呢? 槍袋?在這裡 好 你拿串銅錢出來幹甚麼? 救人, 朱允輝這個劫可能都避不過 救人一定要兵活著 人仔, 你阿公臨走的時候 千斤萬足叫我不要讓你用串銅錢 我跟阿公說了念數 不然他也不會讓我回來 阿公報夢給你? 解釋得這麼多了, 救人要緊 接著, 落人之影 向出來了 抽屜 對 強行 ち一回途 開砸 現在是三點半, 新時, 就利用這個時辰來起個本 生活在權位, 就在西北方 大學就在西北門, 一個靠水和低處的地方 那, 西北方 大小便, 東芸丁 大小便, 一對小便 出身, 七, 第十個 大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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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潤輝, 我知道你在哪兒 帖丹, 你醒了嗎? Madam, 我知道朱教授在哪兒 你怎麼知道?又是用你的風水 現在不是鬥嘴的時間 依照掛著我覺得朱潤輝 困了大學在一個靠水的地方 我覺得是榮池 你信不信我也好 我現在馬上去救他 我跟你一起去 我一個人應付到 反而你偽情家, 我覺得是他的生命 好的, 阿靖 Madam 你馬上去大學幫我試一手 是, Madam 黃色, 你留在這裡看看有什麼發現 是, Madam 你倆只可以, 跟我來偽情家 是, Madam 天啊 東玩 智慧 他大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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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身 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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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要我打的人 你去哪裡? 殺死你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刀放下 你不讓我殺他, 我就殺死自己 我還沒打完 他還沒打完 我 Industries 好 瑋晴,還有物貨,不過好藥 馬上去叫發車,是,女士 怎麼樣?還不肯說? 把口罩拿鐵叫也不開 要不說也沒辦法 沒辦法,不如我壞消息告訴你 危情可能說不到今晚 尚書有魂,男兒團長千斤兩 女子團長過房瀟 我就覺得是女子團長很淒涼 雖然團長的女子不需要過計給人 但一樣很痛苦 瑋晴,你左右手斷了掌 黑乎又黑毛,六親懸駁 難怪一個家人都沒有 而危情遲早被你剋死 不過不重要 一個人生於死,你也不理會 危情是生是死,你也不理會 就算你親手幫她放血 你也預料她死,是不是? 如果晴晴真的過不了今晚 她真的要死,我會很開心 因為這個是我最想見到的結局 危情選了朱潤輝 但是你因愛成恨,所以殺死危情是嗎? 我從來沒有恨過晴晴 她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她是我唯一最想保護的人 所以我要親手殺死她 你又想她死,又想保護她很矛盾 你根本以為我瘋了 發了點不斷殺人 我清了自己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為了晴晴 你是為了她殺人 所有男人都是壞人 但是晴晴不是這樣想 她們每一個男人都像中毒一樣 每次我都要出來幫她 這次她拆得更加深 見到她這樣,我真的很心痛 我發誓,一定要幫她拔酒 主任這條心中刺 本來打算殺了朱靈肺 但是我知道如果她死了 晴晴會更加不開心 所以我決定把她弄走 等晴晴對她淡忘之後 才再處置她 知道晴晴和每個男人的關係 楊堅雄對她簡直是迷戀 於是我想到你用她 我說這麼大傷,是什麼? 這是什麼? 把她搬進去再說 怎麼會在她的傷道? 她死了? 這個壞人貪心忘疚 分手不得止 還欺騙晴晴上床 因為她拿照 晴晴真的傻了? 因為這個人渣自殺 我一定要替晴晴出口氣 這不是她出口氣,這是綁架 你有資格說我嗎? 你之前特地用車撞她 發覺恐嚇電影 弄得自己一身毅 你還是替晴晴報仇 我跟你同路人應該互相合作 你到底想怎麼樣? 不知道的,先關著她 讓晴晴對感情淡了 認識別人,我就可以殺她了 你想把我拖下水? 我跟你也是為了晴晴 而我也需要一個幫手 你一定是共犯來的 細濕了我的頭,你可以說你沒份嗎? 你誣摸我嗎? 你已經是共犯了,你不會蠢得報警的吧? 你也很討厭朱銀輝 那之前她和Madam約會的那一晚 發生的意外是不是你假扮? 放手,走 走呀,走呀,走呀 走呀,走呀 錯呀 什麼預感?會有花盆在上面掉下來? 我這樣做是想警告朱銀輝 玩弄晴晴,是沒有好下場 所有對危情不好的人,你都對付他 不用說了,葉導演的死都是你做的 這個,是另一個賤人 危情?挺精神的,知道是我來的 你還沒抓過 撒回家續集的稿,我已經全交了 如果你想我改第二稿 我怕我都沒時間 你走吧,別載著危情休息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我們這部電影的後備和票房都很好 老闆說要拍第三、第四集 你快點養好身體,幫我寫劇本 對不起,我真的不想寫 劇本根本就是晴晴寫的 一部電影行動,人們都說劇本好 你就跟外面吹噓說劇本是你寫的 晴晴只是幫忙 筆夜功能都被你取得了,也算了 這次幫你寫續集,是還好人情給你 晴晴以後不會再幫你寫劇本 沒有我一部電影拍得成嗎? 老闆會知道誰是危情嗎? 一部電影拍得成是因為我 你記不記得當初是誰帶你入行嗎? 是你自己哭哭啼啼跟我說想做編劇 求求我和你上床才給你一個機會 你又怎麼樣?想竅起我嗎? 竅我不竅 你怎麼回事? 人渣搶了晴晴的信用 就是侮辱了劇本 我就要用劇本裡的殺人方法殺死他 讓他知道晴晴寫的不是垃圾 很殘忍,放開我 誰…誰這麼小在這裡玩? 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 救命呀,救命呀 那葉國貞的死楊劍鴻有沒有分數幫忙? 我以為找他幫忙會好一點 但我看錯了 這群人根本做不到大事 只會拖累我 你幹什麼? 他只剩下半條人命 再這樣下去他會死的 你害怕嗎?你是不是男人? 那壞人搶你女友,拿完就扔 你現在還要幫他? 殺人很大罪,現在放棄還可以 怪得晴晴不選你 你簡直是廢物 老婆,你說什麼? 你男人只會欺負女人 我不會再讓男人欺負 全世界的男人,還有全都給我死了 老公,說什麼,老婆 不棄真的 老公,說什麼,老公 老公 老婆,說什麼,老公 貴妃, 救我 你在哪裡? 廢柴根本不應該生存 我之前殺了葉國貞, 多一個不多 竟然可以找人幫我做看死鬼 你把楊劍紅的死好像做到自殺 然後用電話發個違言給艾情 令警方誤會楊劍紅殺死葉導演之後 威罪自殺, 是不是? 是 你為了艾情做了這麼多事 還為了他殺人 為何最後又要危情死?反愛承肯? 無論晴晴怎麼對我 我也不會恨他 石橋, 你發生什麼事? 怎麼傷成這樣? 警察已經知道了所有事 知道什麼? 我不是跟你說過, 我抓過川輝嗎? 什麼時候有, 我不知道的 警察很快抓到上來, 我們一起走 去哪裡? 我不知道, 總之留在香港 那什麼時候會再回來? 可能以後都不回來 我答應過你 我會跟你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 我們一起實現這個夢想, 好不好? 太突然了 你給我一點時間, 先想想吧 不能等的了, 警察快要殺到上來 你別這麼緊張, 先坐下 我現在進房間拿藥箱 跟你包紮了, 沒事的… 我先去發現, 不過妙子 你要不要再接近 那一天集中 受不了, 我想來 就算了, 警察快討論 你快討論, 繼續 ignor 就算了 我們現在的朋友 唯有… 我還想看 你快討論 對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很想跟你一起建立我们的美好世界 为什么? 你不是说对我好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不好吃你自己? 为什么你心甘情愿给男人玩? 我每次都是这样 你不知道我好痛, 我真的很痛 我这次死定了 没有人像我这样保护你 你不用怕, 我不会让这个人这么寂寞 当我解决了朱荣辉 我就会陪你一起上路 没有 晴晴, 我们建立一个水枝球的世界 好吗? 我会好好地保护你 不会让其他人欺负你的 好啊 好啊 是 知道 这里差不多完了 是, 长官 长官车从医院打来 是, 以前已经过了危险期 情况还很严重 不过应该死不去 一个人在医院真的很悶 我多谢你来探望我 我是不是很贪美? 你这么漂亮 当然是想人家见到你最漂亮的面 你赞我漂亮? 是的, 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说 但我觉得自己很普通而已 我不明白 小时候开始 有很多男孩搶着跟我玩 但女孩朋友就没什么了 有石桥不够吗? 我不想提起这个人 他叫我拿给你 我不要见到他, 你拿走他吧 石桥已经认了 杨剑雄和叶国精都是他杀 三人也是他绑走 他做了这么多事全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奇怪, 我从来都没有叫他这么做 我看得出你不是演戏 你真的真心觉得所有事都不关你事 你可否说一次真话 Simon和你提出分手 是不是你要求和他去酒店 上最后一次床? 是 之后你就拍下和Simon的床照 然后再自杀 目的就是想等石桥 他以为Simon拿照片来要挟你 替你报复, 我也没说错 从头到尾我都没说过 那些照片是谁拍的 我自杀真的想死 石桥的报复是他的事 我真的没有叫他这么做 你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你根本什么都不用做 石桥全部都帮你做了 石桥, 你真的很了解他 为什么你要这么说我? 石桥他想杀我 现在进院的人是我 为什么你们说得我 好像是我杀人似的? 我才是受害者 但是他是你的守护天使 是, 他曾经是 但是他已经变了魔鬼 不是, 他很恶毒 他没有杀人性 你知不知道我每晚都发噩梦 我真的很害怕 我都冒陷过他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石桥他真的可怜 我不可怜吗? 不过幸好 法官应该会判他重生监禁 我呢? 等我好起来, 我又可以重新做人 我知道男人都很喜欢我的身体 我一定会找到我真正爱我的男人 你真的这么有信心? 好 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要跟病人去洗澡 好 医生, 危情有没有生命危险? 命保得住 但是因为病人失血过多 脑部缺氧, 造成永久性受损 很有可能会终身瘫痪 你为危情做了这么多事 还为了他杀人 为什么最后来又要危情死? 反爱情恨? 无论晴晴怎么对我 我都不会恨他 石桥, 我知道你很关心我 但是你有得我试一下 石桥 我很喜欢水晶球里面的世界 很干净, 很宁静 没有其他坏人 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我也很想住在水晶球里面 晴晴, 爸爸送我公仔给你 我很喜欢 去爸爸玩玩 玩什么? 大人游戏 如果你听话 每次和爸爸玩完 爸爸送我公仔给你, 好吗? 好呀… 晴晴, 不如我们也建立一个 水晶球里面的世界, 好吗? 我会好好地保护你 不要让其他人欺负你 好呀 爸爸, 等我 放手 站住, 不准动 站住 我不要再放手 什么? 你能放手 就可以放手 放手 放手 這樣就算是對的 為甚麼你拒不我吃你自己 為甚麼你心甘情要被男人玩 我好像也是這樣 但你不知道我會走 我真的不走 沒有人像我這樣保護你 我寧願聽著你死 我也不想你再被男人騙我 你不用怕, 我不會讓你一個人寂寞 你好, 娘娘 喂 見到你, 你好心情也沒有 是你約我下午茶的 你不想見到我, 那我回歸 坐下吧 我欠你的人情, 怎麼都要還 你有欠我嗎? 要不然你給我你的頭盔戴 可能我已經撞死了 那也不會, 我算過了, 你不能死 是我傷了一點 那你有沒有算到你會傷? 我不信命 我只信有些事情會整定 是福不是禍, 是禍擋不過 那如果所有事情都要整定 你沾那些怪你幹什麼? 我總是覺得那天的設定 不會這麼死板 一定會有些走棧位 什麼都設定好, 別玩了 難怪你平日還有人都玩玩玩玩吧 好嗎? 那我給他認真一點的樣子看好嗎? 神經病 你別這麼直接罵我 我不是說你 你說你自己? 神經病 這句是說你 你好, 我最喜歡娘娘你挺女孩的 說話夠直接 對不起, 我最不喜歡你挺男孩的 說話這麼輕挑 我輕挑? 那倒是, 我不是你的挺 你知性、有學識的才是你的挺 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今天朱教授離開了香港 你怎麼不送他機? 為什麼要我去送? 他的學生 就像粉絲一樣在機場圍著他 我們有什麼老餅去到 就只會妨礙你了 我沒有話要跟他說嗎? 想不到有什麼話要跟他說 什麼?叫我打給他嗎? 昨晚我替朱教授錄下的 好 好 什麼?叫我打給他嗎? 我打給他 有什麼似曾相識的感覺? 沒有? 我真的很喜歡你 不要拒絕我 貝飛, 救我 救我 祝早日康復,一切安好 已經結束了 已經結束了 一分鐘就到了,我到完畢了 你是故意找Simon錄給我嗎? 剛好經過我而已 剛好 何必認真? 八卦 八卦是改善風水的工具 九五大八 九五大八就好 飛走了 九五大八 你有資格飛去澳洲 你也知道我那間朱銀輝 小子,今早上我倒塌這麼早就去街市買生魚煲湯給你喝 讓你補充一下身體 倒塌倒塌,這麼難聽怎麼喝? 那喝不喝? 喝 那就喝吧 對了,你在已經醒了時,口吵吵吵叫阿公 是不是阿公報夢給你? 話說回來,阿公生前有沒有說過一句話 多了點東西,少了點東西,有沒有說過? 沒有 你想到了嗎? 你猜會不會是跟六合彩有關呢? 多了點東西,少了點東西 少買個號碼 我洗澡 你繼續休息一下,阿公說我什麼 記住,我這碌子有醃水,把壞掉了 我知道 我們常常吃的 dre for you 難道多了點東西? 醉飯就是醉飯 那可看莫 между我雙鰻 做粗魂壞事在吊人間間 連前倉我哪會有運行 醉飯尚未做飯 就發現行為古怪 用一颤热光万针 只求可抱上你一万 从来调查无用精明 求议口速感更靠命 无重提防唯独爱情 屏风一般这要冷静 愈难无处 你最惊人有天相会 自你令我出位 就像盼虐一枝灵霧 求你多恨帝 面对越大问题越有